大家好,歡迎回到24節氣養生食療特別企劃這個單元 接下來這個節氣是冬天的大雪 然後在冬天裡面我們常常會時常進 可是不見得每一天的天氣都是非常寒冷 像這幾天偶爾會出現冬日的暖陽 像這種時候我們想要吃一些比較營養的 但是又不想那麼大熱大苦的一個中藥要善的話 今天我們要為大家介紹這一道養生食療小品 就非常適合這樣子的天氣來使用 我們今天要為大家介紹的是香菇藥膳雞湯 其實這一道雞湯在我們日常的生活裡面非常常見 一般我們就是香菇加上雞肉都會有很好的一個味道 那我們為了要加強它中藥養生的效果 在冰箱裡面隨便又能找到的比如說紅棗、枸杞和養生片 我們今天就以這樣子的一個食材搭配來做這一道香菇藥膳雞湯 我們來介紹今天的主要食材吧 首先是切塊、切好塊的雞腿肉 然後香菇的部分我準備了乾香菇和生鮮的香菇 那中藥材、藥膳的部分我們準備了這個是洋生、東洋生片 然後這個是紅棗三顆 然後一些的枸杞 就這樣子非常簡單 那接下來我們開始來製作吧 首先一樣我們還是要把這個雞肉先汆燙過一遍 所以我們只配的是蔥、薑、還有米酒 蔥、薑、米酒水來汆燙這個雞肉 好,這是我們汆燙好的雞肉 好,一樣我們把材料都準備好之後 我們就開始來燉煮這個香菇藥膳雞湯 米酒、米酒頭 然後水量的話一樣是稍微蓋過這個所有的食材這樣就可以 我們這邊準備的是800毫升的水 OK,我們準備完成 電鍋的外鍋我們準備3杯的水 放進去 電源打開 電源打開 口蓋蓋起來 好,等它慢慢燉煮吧 好,等它跳起來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 稍微加點鹽調味一下 然後我們把它盛裝起來 然後我們把它盛裝起來 把它架到裡面去 好,香菇藥膳雞湯完成 開始 哈囉 大家好 我們今天吃的這個是 香菇藥膳雞湯 來,試試看吧 好嗎 剛好喝嗎 嗯,甜甜的 甜甜的 不會苦苦的 味道夠不夠 嗯 香菇藥膳吃嗎 我每次好帶一口 很Q 會很鹹嗎 不會啊 不會啊,剛好嗎 嗯 嗯 吃看看肉 會不會太老 很嫩 很嫩喔 好吃嗎 喜歡嗎 嗯 那個裡面有人聲 可以幫你補元氣 那紅棗枸杞呢 可以 補氣血 所以說加起來又 補氣又補血 這個又不會太熱太多 剛剛好 想不想多吃幾次 不要 蛤 好喔 OK 我們如果說天氣沒有那麼暖的時候 可以吃這種的 比較不會那麼熱 好不好 嗯 OK 拜拜 拜拜